你看就刚才讲的说日本的所谓民意 咱老是说什么极右翼一小撮 但是说10月初以来 日本一个右翼组织发动这个游行 这个反华游行 这已经说三次了 而且你知道 真是学习中国文化 咱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咱们天文广场不是喊中国加油吗 现在日本这游行组织就叫加油日本 加油日本已经发动三次反华游行 那么就是到底日本人在琢磨什么 我就有点恍惚了 我为什么讲十元圣太郎 最近南方人五周刊访问一回 也不叫是不是最近了 访问十元圣太郎 我抄露他一些话 我就觉得你可以咱们咱们日本这个味 十元圣太郎就觉得 说他们对他们日本本国的国民很失望 说日本现在哪有什么爱国主义 什么民族主义 都是个人主义 日本就说这个民族精神呢 他就痛心疾首 你知道吗 而且你想他十元圣太郎的感觉说 日本现在就像一只被淹掉的狗 对谁都无害 然后他说你想十元圣太郎 这种少数人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的思想是什么 他说你看奥运会那个结果吧 这个对国家没有感情的人呢 跑也跑不快 你知道吗 他会觉得日本人现在没有这种国族的 这种集体荣誉感 他很失望 然后呢 你看说南方人物周刊问 说在你看来伟大的政治家和普通的政客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开头十元圣太郎没太听明白 说中文这个政治家和政客有什么区别 记者给他解释清楚之后啊 他说那我们这全是政客 就是他认为 因为他对他的民族精神呢 是这么一种悲观的估计 对 但是这是站在日本国内的立场上看啊 比如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他确实有一批理想主义者 要把日本走向现代化 包括他的国亚入欧 对 而且学英国学的很像 比如说学英国的财政 比英国财政做的还细 当时他就设了六级的财政预算 比如我们现在才三级 县省中央 他上了就是六级 而且算得非常细 就是一直从中央捅到村 他因为当时他没经过革命 他没有统一 所以他就想办法把它捏在一块 这个时候呢 就是日本其实一直是上层 走在下层前面的这么一个国家 对 武士阶层很很很很优秀 把他往现代化推 那么经过了一次清华战争的失败 就是清华战争的失败之后呢 按说应该对这个上层的问题 要彻底的清算 像德国那样 对吧 西方人认为 人之初性本恶 你犯了错 先要惩罚 接着还要报复 让你付出代价 对 让你付出代价 但是呢 清华战争一个是刚才说美国 那么为了要利用它对苏联和中国 对他的上层没有去中上层没有任何清算 接着呢 就是说 这些人又沿着这些东西 又玩商战 比如一开始玩军战败掉 商战还还很优秀 你比如他的几次的这个产业升级计划呀 什么 反正很棒 就是咱们都知道啊 日本的中华工业 那么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他们一个 本来你的中上层是犯过错 你要有反思 反思惩罚之后 你要知道疼 但是他们现在不知道疼 你看最后到了简直人 他都说交易找出我们的 简直人是承认侵略的 日本除了春山以外 没有承认侵略的 那只是田中他们只是觉得很遗憾 他日本人心里呢 觉得他是败给美国人 对 他没觉得他是被你们打败的 对 而且呢 美国人呢也是非常坏 其实他这一招是跟英国人学的 英国人当初走的时候 给巴基斯坦跟印度中间留点领土问题 你们就永远搞不定 那美国人好端端的这几个岛 为什么 其实看起来美国人现在想他太聪明了 他就这几个岛搞得你亚洲这个两雄 你现在将来 而且这个仇恨越结越深越结越深 我们眼看着想象出在中期什么时候会有一场局部的海战 就是在在在这个地方 小军 这是没打避免的 咱能打吗 我觉得打是就是说咱们纯军事角度上打 肯定是能打 因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呢 中国比如说 日本打咱们 那日本登陆 那就是战争刚开始 咱们要打日本 只要一登陆战争就结束不了 因为他太小了 对吧 但是是一个局部的海战的话情况就很难说 我还不懂啊 日本的这个海上自卫队 要是美国老大他不不不援手的话 单就他们海军跟我们海军拼 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就是刚才徐老师说的 这是一种假设啊 就是说你出几个船 我出几个船 像古代的时候 假定下家务海战这样的打法 这样的打法呢 我觉得现在可能中国海军的装备 确实跟日本海军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如果说从现实讲 那不可能关在这船 因为你把我的船 比如你的船先进 把我的船打掉了 那我这个国家不服啊 那就再扩大呗 没错没错 扩大了日本长出不了 我们这个长征二号什么家 日本现在你比如说中学生 他不吃鱼 后来日本人要让他吃鱼吧 把那个鱼刺剔掉 做成那种鱼饼 鱼饼全在青岛做的 咱们断了 他们粮食都可以 鱼的供应 就是他们贸易 现在跟我们是很深的 但是你要从战略 从沙盘推演的角度来讲 你真正走向全面战争 这个后果难以设想 因为他有美日安全 和约 没有美国 咱还有核武器呢 对不对 但是问题这些是不能设想的 比较有可能出现的是一个局部插枪走火 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然后大家在各方干预下 我们这样停下来 像英国跟阿根廷当初在那个岛上那种战争 规模的战争 那种有可能 但那种战争 我不懂军事 但我看香港的分析说 中国军舰数量多于日本 但是他们的质量比较 而且中国主要的军舰在南海 我们有越南占了二十几个岛 我们的主要力量还在南海 在在东海应对日本的 而且很多是为了台湾 所以应对日本的整个海洋策略 他们说还还还没怎么形成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所以一个简单 我相信一个局部的小战域 万一要是输了几个船 对咱们这个民族的自尊心 这个赤伤 那个新加武海战是承受不了的 我老感觉不至于真的 那就是一旦就像徐老师说的那样 一旦动起手来 中国是不可能输的 我说的输 就是连环的就要上去 对心理上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输掉的话 你这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就没有 你清朝最后189495年 你输掉那个 咱有这旧恨新仇啊 你王朝就崩塌了嘛 对吧 对没错 对吧 你当年台湾丢了 就是因为赤伍海战才丢的吧 对吧 你要说局部 比如你打掉我了 那我肯定要扩大 我必须赢 这个是没有后退的 所以说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呢 他也是很害怕的 对 那么害怕呢 现在问题在哪呢 你比如说日本 现在的债务 就是2010年的 发的债券 是44万亿 嗯 他的税收37万亿 这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就是整个的中央财政里边 债券比这个税收还要高 这是第一次 您这么穷 也不是说穷啊 你的财政都这样了 你还要弄鞘鱼岛这件事干什么 而且你都要削减财政 这是你的政绩嘛 他可以凝聚民心 他可以扩大他军力 他可以跟美国人 加强他在美国人心中的地位 嗯 因为他跟美国的关系 就是很屈辱嘛 多少年来都很屈辱嘛 那你假如进入这个 全球的这个恋的话 反正日本有一部分人 我们还是要很冷静理性的说 真正在日本老是 叫嚣的右派 一直有 他还是少受 少受 大部分的日本民众 他也许在概念上接受 这个是我们的倒 比方说他对北方四倒 他们也这么看 但是是不是他们就是 整天怀念大东亚战争 准备跟中国打仗 那不是这么回事 我跟你讲 我就还是讲这个 石原胜太郎的估计 这个记者也问他一个问题 就说日本一旦有需要 还有没有可能 像当年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他动员起全国的这个人民 去这么干 石原胜太郎的估计 是完全没有可能 美国也不愿意 他觉得这现代的日本人 人均GDP四万的 是不可能 怎么本就是受那个苦了 但是日本的痛苦指数 一定会比欧洲低多了 比如说要是这种情况 财政情况 在法国在德国 早就游行了 英国也在游行 你怎么会一个国家 政府的财政 是要靠老百姓借的钱 一半以上是从老百姓 那个债券 当然94%是日本人 来买他的国债 对吧 整个的财政运转 包括军队的运转 是要从老百姓手里借钱 你知道吗 他现在的问题在这 就是你已经这样了 你还在这找事干什么 中国人也很多人想不明白 难道他又要走军国主义路 因为日本人号堵 如果不能那么简单的说 这样说就简单化了 咱们先去向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掌握核心科技 创造超宝新机缘 好空调格力造 太太乐基金升级了 吃乐乐 有个圈 新鲜 油闲 味鲜 健康品质 全面升级 哇 我喜欢 健康美味 圈起来 他们讲这个前缘成私啊 这属于我们六零后的 对 所以六零后的这一代啊 他又不像当年的这个老兵 对战争有这种恐怖的 或者负罪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们的成长年代 就是美国在这 照小军讲话 先前后取 先前后取 然后先是把男的打成女的 然后接着先前后取 然后就美国给他们怪书嘛 他怪书的 就是美国的这种靠国家实力 或者说是非常实际的 这种价值观 对 就是他的老师 九六年就死掉了 他的老师 那么九六年的时候 正好是这个 美国有一个学者叫福山 就是说 整个他的体制 这套资本主义的 或者他们这种体制 是必然胜利的 那么 这种思想传达给这个前缘成私 前缘成私现在 包括他这一代 不止他 这一代政治家 很多都有这个东西 那么实际上后来变化 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 就是说资本主义这种东西 人为钱 钱奴利人 人为自己 没有道德基础 这个东西 是不是能走下去 2008年的危机之后 其实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但是他的导师 九六年就死了 他接受的是九六年之前的 那种国际的思想的东西 就是包括亨廷东亚 什么等等那些东西 就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肯定是衰的 所以他就有优越感 他就是小月月嘛 就是日本版的小月月嘛 他还画眼影的 就是 真的 全城市画眼影的 哎呦 就是 那么实际上中国这么操着的发展 很快 就是很大 虽然我们有很多浪费问题 粗放型的 粗放型的 你看2000年的时候 陈雨扁闹 最后我们经济发展很快 现在台湾再出台独还出吗 我们的旅游 你看看最近年一台风 多少人给他 对对对 那么将来 就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这种东西 他看不明白 他还是用90年代的外交思想 国际关系思想去判断 他认为他们这种体制 或者说一定是胜利 你这种体制一定是要崩塌的 所以说他才敢在这上面给你动 当然这是一种学者的分析 我觉得我们对他个人也不必太重视 就好像那个时候 我们太把台海的局势 简化为对陈水扁一个人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背后中国人 中期做好一个局部战争的准备 学老师是主战 长期呢